大家好,我是小橙子 今天晚上我们依旧吃炒饭 今天做了一个牛肉豆角炒饭 首先在里面放上一些鸡蛋 就敲几个两个荷包蛋 给它先炒一下 然后先盛出来 待会的话先把牛肉和米饭先炒好 再把鸡蛋放下去 现在来炒牛肉 这个牛肉是我提前腌制过了的 就放了一些尿酒 还有一些生抽和蚝油腌制一会儿 把牛肉炒得快熟之后 然后再把豆角给放下去 这个时候牛肉就放在边边上 主要的话是炒这个豆角 这样炒的话 待会豆角也熟了 然后牛肉也不会那么老 放一点点的水 把这个豆角给焖一焖 稍微煮一下 然后再用大火 把这牛肉和豆角一起翻炒一下 最后还有一点点汁水的时候 再把米饭给放下去 用这种比较翻拌的一个方式来炒 先给它压一压 让它都吸一点汤汁 然后再开大火 这样给翻炒一下 一定要给它炒散 全部都炒散 让每一颗米饭都吸收这汤汁 最后的话不担心粘锅 可以调一个小火 然后再把鸡蛋还有生抽 还有一些盐巴放下去 给调一个味道 沿着这个锅边慢慢的炒 这样大块的牛肉粒吃起来是比较爽的 还有豆角这种嚼起来比较脆脆的一个口感 这就是今天的晚餐炒饭 牛肉豆角炒饭 还做了一个白糖拌黄瓜和西红柿 夏天吃这个是很舒服的 吃起来有一点点甜 而且比较清爽 好